哎呀这清剑极懒这书我就够烂的了 书中原文都没这么写 这帮子在平台臭说书的 一定啊要加出点花絮来 我的意思倒不是八是谁 只不过想让您呢擦亮双眼 您要认清啊这谎言背后啊 他还有谎言 瞎话里头啊他还套着瞎话 这才是这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呢 您各位过年好 咱们是年关当头继续娱乐 咱们接着开书 咱们从讲这乾隆皇帝和复查事 两口子那天开始啊就总提到 这正史跟爷史写的呀出路很大 那会儿啊就有好朋友给我留言 说这一定是说书的做的扣子 这爷史啊一定要放到最后才说 这事啊您不能怨我 您关键是这书啊 它不可能都在肚子里边 咱们得一本一本的查 挨着篇的看 您看咱无论是翻阅哪一册的画本笔记 咱们都得找到啊 这乾隆十三年 复查事皇后驾崩时候那段情节 它也不是电子书啊 输入一个关键词 所有这结果就都出来了 您得多原谅 您瞧我呀这人啊 这看书爱走神 有一个支线稍微吸引我呀 我就偏过去跟着读下去了 所以说呀到今儿个才算把这点事抠着完 您看关于皇后娘娘的死啊 这青石稿里边写的呀也太简单了 加到一块啊也无非就是那么个十几二十字 环碧三月以末后崩于德州周次年三十七 这句话读起来确实是过于简单 这上边啊连说这皇后和这皇帝去干嘛了都没说 实际上啊我们都知道这乾隆皇帝啊是带着皇后娘娘啊去东巡泰山了 去泰山干嘛呢 哎因为这个皇后娘娘做了一个梦 梦就是个陛侠援军呢 他显了圣 所以说呢本来信佛的乾隆皇帝却带着这个皇后娘娘啊 拜议了一尊这个道教的大神 在回栏的时候啊刚走到济南这皇后就病了 在济南啊歇了两天 最后啊在德州鸾架上船的时候 当天晚上这皇后就冰天了 这是要让我看来啊这个过程呢没有什么稀奇的 挺符合常理的 您想啊这皇帝为什么带着皇后东巡去拜泰山奶奶呀 哎这是咱民间的说法啊 实际上就是道教大神陛侠援军 那句俗语怎么说来着 有兵乱投意啊是倒霉上挂摊 这皇后啊惹定啊是身体一直就不好 有一种说法啊是因为啊这个乾隆十二年十二月 皇妻子永从 也就是后来啊被追世为闽皇子的那位皇阿哥 他是这乾隆皇帝的嫡子是皇后所出 可是啊就那年啊他早妖了 所以说皇后痛失爱子啊 过于伤心才一病不起 也有人说啊这皇后早在乾隆三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心里憔悴 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 因为啊那年啊皇后的长子永连早亡了 这永连啊那可是乾隆皇帝看准的接班人 哎被赐视为敦惠皇太子 虽然啊这敦惠皇太子的元秦 已然破败不堪了 但是我们啊到现在一致上看 还能看出来那是一个相当规模大的皇子元秦 足见这乾隆皇帝的这两口子 对着早亡之子的重视与偏爱 那么这野史里边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呢 哎咱们呀说到野史是不是就该进正题了 有这么一本书啊叫清剑吉兰 实际上啊它是玉批通剑吉兰的清代续写本 它是什么时候续上的呢 是民国时候续上的 那时候啊像这个石鹿啊还没有这个整理出版 清诗稿啊还在编写当中 所以说呢他借鉴的史料啊 就是像东华鹿这样的普通常见史料 这作者呀还颇有想象力 在书里呀还添加了不少自己的联想描述 这本书里呀关于这个乾隆十三年三月那几天里发生的事啊 它是这么介绍的 红历及后妃等东旬 三月驻济南姓鲍图权 是太后阅兵姓丽夏廷回栏全德州 后崩命庄亲王和亲王奉太后缓城回京 您看前面这半段没有 基本上和咱们熟知的正史啊是一样的 并且呢比正史啊还要详细了一点 说皇帝回栏的时候 朱碧济南啊还游历了暴徒权和太后一起约了兵 并且呀还到立夏廷啊去游览了 没过几天到德州之后 这皇后啊就崩式在船上了 您瞧哎这后边啊 她演绎的色彩可就出来了 要不然说呀她不能当正史看呢 后复查是性严重且在行刺 不忘永相之归 是日地在周中夜宴 后至他周因事禁奏 于破机械 实地已被久怒 颇家够岁 后修奋反 师族倒水死 地形乃大毁 刘氏病脸壁 亲父子反京师 是终之典 是他后毒龙烟 哎您看啊在这儿啊就说了 这皇后可不是病死的 是师族落水 烟死在这运河里了 这大碗上的怎么会师族落水呢 原因呢也写的清楚 皇帝跟皇后本不住在一艘玉舟上 哎皇后呢找这个皇帝有事情说 因事禁奏吗 这说说的两口子就说忌惑了 这事啊是越来越大 这会儿呢皇帝也已经喝多了 就越聊越生气 于是啊就破口大骂 这皇后啊自然是又羞又怒 返回自己的玉舟当中 谁想啊 一过跳板的时候 失足落水 淹死了 这皇帝啊 行酒以后啊 他自然是很后悔 很悲动 所以说呢就亲自啊 给这皇后扶灵 回到了京师 关键是啊 就这么一段话 他本来就是野史 后半截啊 完全属于猜测 还有人给他呀 做了更详细的解释 您看啊 这几句话 他虽然短 但是这瞎话啊 编的还算挺圆圈 他的这个书中啊 先给这皇后刷骰 他说这个皇后啊 这个人比较严肃 平时啊 就不忘这个宫里的规矩 乾隆皇帝在东巡当中啊 在船上吃喝玩乐 这皇后啊 觉得太不合时宜了 于是大碗门傻的呀 就跑到皇上这条船上啊 对他直言尽奏 谁想啊 这一下子 扰了皇上的雅兴 皇上把皇后 臭骂了一顿之后啊 才有这师祖落水一段 哎呀 这清剑极揽这书 我就够烂的了 书中原文都没这么写 这帮子在平台臭说书的 一定啊 要加出点花絮来 我的意思啊 倒不是巴是谁 只不过想让您呢 擦亮双眼 您要认清啊 这谎言背后啊 他还有谎言 瞎话里头啊 他还套着瞎话 这才是啊 这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呢 放弃他不说呀 咱们接着说下一本书 下一本书叫什么呀 叫满清外史 这本书啊 是清诺民初的时候啊 一个叫天古的人所著 您看这天古啊 他惹定是笔名 不是真名 这本书啊 他写的全是恭维密文 所以说呢 这个可读性很强啊 这可信性啊 就更差了 他荒诞到什么程度呢 您听见这目录啊 您可能就能琢磨出来 您比如说啊 这个多尔滚之道嫂 就是说这多尔滚的偷嫂子 还有说就是眼之不喜如意 您听见了吗 这嘉庆皇帝到他这 直接就念成眼 您再往后看呢 还有这李莲应 女帝之指婚 这恭维之事啊 都写到太监身上了 所以说呀 就一点可信性都没有了 满清外史当中啊 是这么说的 说弘历东徐 又徒刺德州时 忽昭记述时 登州试验 久汉备及谢谢 是孝贤皇后 自他州来 见之大怒 语设刺讽 弘历怪其度 竟摔其发 而以足促之 孝贤不胜其分 随倒谁死 弘历 醒一追回故事终点 是他后独龙 诶 这个呀 更厉害了 这个 这上面说呀 这皇帝皇后 东旬 在回栏的时候 到了德州了 这皇上啊 不知道从哪 逃过了 数十名妓女 到这个船上来呀 扶持她 饮宴 这一喝多了啊 这酒之正憨之时 这数十名 风尘女子啊 在这龙舟上啊 画面很唯美 这只能您脑补了 这个 这傅察皇后 闻之大怒啊 跑到这个船上来呀 就来指责这个弘历 这皇上呢 哪受了这个去 勃然大怒啊 这回呀 可不是像上本书写的 骂那么简单了 是揪着头发呀 拿脚踹 这皇后当然是 又羞又气 不行不行的了 这回呀 可不是失足落水 干脑干脆啊 这跳水自杀了 这皇上啊 他要真这么干呢 他身边呢 有太监 有侍卫 有使官 有这个扶持的进尘 并且呢 在前边龙舟上啊 还有老太后呢 要是真像他写的这样 这乾隆皇帝 也忒不要脸了 再者了 您想去吧 这皇后又是想自杀呀 难了去了 那身边的侍卫 太监 宫女是干嘛的 能让皇后 轻易的就投了河吗 所以呢 这书啊 他说不说在我呀 信不信在您 您哪 接着往后听 后边还有更离奇的呢 这就到了呀 大伙都更熟悉的 这本书了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呀 清朝野史大官 既然是野史大官嘛 他写的呢 就更加的细致入微 这其中啊 不再是泛泛的指 这乾隆皇帝好色 引得这皇后生气 失足落水了 而是具体的举出来 有名有姓 有人物 谁呀 这就是皇后的弟弟 那傅恒的媳妇 可是啊 这瞎话刚一边呢 就出批了 高宗孝贤皇后 傅文中供恒之媚眼 相传傅恒夫人与高宗通 后 吕返墓 高宗机不能平 南巡至直立境 同宿周中 偶论及旧事 后 翘让备至 高宗大怒 逼之坠水 还经后 以并促告 终觉究心 侍后号孝贤 首先说啊 这皇后啊 她不是傅恒的妹妹 这傅恒啊 是皇后的弟弟 这是其错一 再者呢 这十三年时候 发生这个事啊 那是乾隆东巡 它并不是南巡 这一年呢 是乾隆十三年 乾隆皇帝啊 第一次南巡 是在乾隆十六年 这年份啊 也对不上号 关于这孝贤皇后 嗜号的问题 这里边说啊 是因为这个皇帝 逼死皇后 所以呢 心表愧疚啊 才给这皇后 上了嗜号孝贤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这孝贤二字啊 实际上 是在这个乾隆十年 乾隆皇帝的宠妃 高家氏病逝 乾隆皇帝啊 为其上室为 慧贤皇贵妃 这皇后听了之后啊 就对皇上说 说这个臣妾死后啊 希望也得一个贤字 我朝皇后嗜号啊 都为孝 哎 我要是有孝贤这一嗜号 我这一辈子 一定向这两个字的方向 努力对得起 这孝贤二字 当然了 我们也都知道 这孝贤二字 这皇后娘娘 确实担得起 史书所载 早于也是大官 所以说呀 终觉亏心 是后号孝贤 这话呀 他也是扯淡 这书中还说呀 说这傅横的夫人 和这个皇上私通以后 生下了一个私孩子 就是福康安 并且呢 这皇帝东巡的时候啊 哎不对 这书里边写的呀 是南巡 还偷偷摸摸的 在船队的后边啊 有一夜偏舟 带着这娘俩 时不时呢 就叫到自己的豫舟上啊 哎 过过仁伦 和这大舅嫂啊 实际上啊 是小舅的弟妹 喝个小酒啊 打打扑克牌什么呢 那这话对不对呀 对个屁呀 这福康安生于哪年呀 福康安啊 生于乾隆十九年 那一年呀 这傅察氏皇后 已然死了六年了 也就是说 这福康安 根本没跟他这姑母娘 见过面 再者说来的了 这皇帝 要想跟命妇通奸 哪那么容易呀 这命妇啊 只能在这皇太后的圣寿 皇后的千秋 等这些节日里呀 进德宫来 给这太后 给皇后请安 并且呀 是指定时间地点 其他的地儿啊 哪都不能去 还别说是个命妇了 一品大员呢 当朝的王爷 陪着太后看戏呀 这尿啊 尿到裤子里的时候 多了 为什么呀 不让随意走动 所以说呀 这清朝野史大官的 这作者呀 把这皇上司通这事啊 看简单了 实际上啊 难着呢 今儿啊 我把我所熟知的 关于这皇后娘娘 崩式的一杆子野史啊 跟您算抖了差不多了 您要再有新线索呀 您私信给我 我去查找资料 然后啊 再说给大伙听 得嘞 明儿啊 咱们还得接着说 这乾隆皇帝 跟皇后这点的事 因为这乾隆皇帝呀 在皇后死后 性情大变 这有的学者甚至说呀 这乾隆皇帝 在皇后死了以后啊 曾经失心疯了一阵子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呀 明天再说 我呀 是大过年的 还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这里 咱们呀 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